好了,回到很久都沒有開過麥克風的 這個叫做流亡也風流 還是黃店自由行 黃店自由行 黃店自由行這個名字 一半分不到其他名字 因為黃店這個名字 有時就很尷尬,很尷尬 我們經常說 我們今天來到曲街 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的曲街 很高興認識到CY 馬桂 CY一開始問我的時候 這個節目名字是否叫黃店自由行 我心想,事實上還未改名字 因為如果你說黃店自由行 就像你自己在做一個judge 你認證這間就是黃店 你認證這間是黃店 是很敏感的 你一認證這間是黃店 有些人問你,夠不夠黃 你有沒有請手足 然後你究竟那些 你現在賺到的錢 你有沒有分成給那些 譬如以前就是612 現在就是 事業融 在家基金 有沒有的 你一說這些 那些人就不會理會 你的東西好不好吃 我覺得反而 對一間認心做飲食的 就不太fair 但當然也重要的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好了,今天來到曲街 就是在李斯特城的曲街 為什麼要改這個名字 真的很嚴重 想不到 我想什麼 不是我專長 所以 OK 就是我們 做飲食的人 曲街 對 我真的用心做飲食 這是最重要的 是 你們主打就是做一些小食 那我 你一開始 就來找我 就是 問我們 那個人上不上來的時候 我看 小食我當然喜歡吃 但是小食 你不可以用香港做要求 就在那裡經營 因為就很嚴重的 香港 譬如我們去深水埗 大圍都有 龍津 他們去火去得很快 大佬 就是分分秒秒 都在那裡收拾 那些就好像快餐式經營 如果你英國 真的好像有人排隊去買的話 或者好像旺角 你說吃那些生腸 肥媽 肥媽 肥媽生腸 你做到這樣當然可以 但是 這裏就是問題 我們之前都說過 不是真的 這裏你要應付 首先就是英國人 第二就是人流 就算英國人很受歡迎也好 你都做不到香港那種人流 其實是 所以 你這裏有很大的挑戰 如果你要做得便宜的話 你是否量產得到 你量產才可以便宜 那你量產 又在這裏有沒有這麼受歡迎呢 又有沒有這麼多香港人呢 其實這數很難計 我看到你們 嘩 真是很激烈 嘩 然後我看你們 本土的東西 就譬如你做一些Raffle 如果你有香港小食 又有豬扒包 豬扒包不是很港式 這是澳門 主要就是那些 就是 咖喱魚蛋 腸仔 蟹柳 這些 又有關東 這個日式 又有蛋 豬扒包的包 然後做一些炒蛋 又有牛肚 最重要是山寨大雞腿 還有小丸子 還有小丸子 這個得了 就是椒鹽燒賣 燒賣 其實真的很難搞 我們香港就覺得理所當然 在英國來說是搞不到的 你還有瀑仔糕 瀑仔糕 還有港式蛋撻 然後還有台式來說 又有鹽酥雞 還有瀑仔煎 腦肉飯 這些 哪裏搞得到這麼多 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你入貨 材料這麼多元化 反而會問 其實控制要求是很精準的 都不容易 我們都要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 可能來到才製造 也有個好處就是 保持新鮮 不好處就是 有時候可能要等久一點 但做一些東西是好吃的 這是最重要的 嗯嗯嗯 我知道好吃是很重要的 但是好吃的話 你真的要做得好吃 我們以前 手頭上都有些記憶 好吃的 例如我們去過 Suffington 去過 九龍冰室 好吃的話 你就很貴 因為你是逐件 這樣計 好像當作精品 去做 又去做回香港厚味 可能你的食材 可能不重要 他就說到明了 就說香港進來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你就便宜的 好像我們之前做過英姐 英姐就說 我們要將本地食材 即英國的食材 就將它處理得像香港那樣 嗯嗯 那盡量就不要做那麼多來老的食材 那就會便宜一點 你也很坦白的 真的 真的凌晨就已經撲回去處理 是很忙很辛苦的 但是我現在剛剛 我就 吃到你們的生炸大雞腿 嗯 嗯 還有就是吃飯 吃飯 然後是燒賣 燒賣 那還有些什麼 接下來會有這個的牛頭 牛頭 買這個 魚蛋 小丸子 嗯 那我現在 所以來講 我吃到生炸大雞腿了 那生炸大雞腿這兩樣東西 就貨給貨 那 之前我吃過 Brighton的 Brighton的 叫誰 嗯 騎哥 騎哥 騎哥都好吃的 但是就 當然吃不回來 就是香港那種味道 嗯 就是生炸大雞腿 我們一向都知道 香港 其實都未必做得好 現在香港做好的 生炸大雞腿 都不容易 你炸出來 你又要 令到它熟 起碼熟先 嗯 外脆內軟熟 嗯 那不是個個都控制得到 很多時候 你炸不上來 你都還有些血糞在裡面 嗯 又或者炸到硬 乾燥 是啊 你很難去平衡 你又要炸到外面很香口 然後中間的陳日 又要很滑 很亂 嗯 然後又確保熟 那個貪命是要做得非常之好 是 香港已經尚且難做 來到英國呢 最大的挑戰呢 就是你的油煙很難處理到 嗯 因為呢 因為呢 英國做的 雖然它有炸魚啊 薯條啊 那些什麼樣子 但是它的炸法不同 我相信就是 那一會兒你可以解釋一下 是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呢 我聽說就是 喂 這裡去油煙很難搞的 嗯 其實你抄油煙啊 這些東西 你要council 嗯 還有呢 就是 剛才我們也問過你了 你這間店 它上手不是做飲食的 是啊 不是做飲食 你要自己重申入旨去council 申請飲食牌 是 怎麼搞啊 很幸運就是 有我們幫你做裝修的 的師傅就會 懂得熟悉這些東西 因為他做了很多間不同的餐館 所以他會幫你做這些 例如你見那些肥食是做炸魚薯條 他都有抽氣的 所以這個就不能逃走的 做炸魚薯條 炸魚薯條 炸魚薯條 也有 所以如果你不弄 你就整間都是油煙 其實是否那個standard一樣 其實如果你跟炸魚薯條 我猜 都一定要有的 要不然你整間店都油煙 你會很舒服的 所以怎樣都要抽氣 一定有的 它是 除了剛才你說council 它是一個規定 是一定要有的 其實定期來做inspection 做衛生的那一批 他們都規定你是一定要有這個 他才讓你去做 這個其實是一個standard 所以我有個師傅 去熟這些師傅 去幫我們做 就會勉強不少麻煩 OK 但是生炸大雞給這件事 就真的 我就算說我香港也很難做得好 是 你們的師傅怎樣做到這麼好的呢 你們又沒有做的飲食 都是靠我們的師傅 你怎樣找回來的 你的人是 我看到你們的廚房 你現在是否有多少個人做廚 我們有六個人 我們現在暫時有三個Full Time 三個Part Time OK 是的 譬如我們的大廚 我們一開店已經在了 所以他就 很多idea都是去想到 去試到出來 所以就 只可以說 所以我們在香港做飲食經驗 就不太多 但是來到這裡 就可能各自那個 各自大家長處不同 大家認識的東西 你以前在香港做甚麼 我教書 教書 其實我是學生 為什麼會做飲食呢 我一開始過來 我六年前過來 其實是做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OK 認識到我們現在的大廚 他也有興趣搞小食店 但是你們來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樂薑 香港人又不算很多 我剛來的時候 六七年前 全英國只有一個朋友 對 現在周圍都是朋友 然後你搞日下港式小食 對 然後你還要這麼多飯 你都混了 很難 在市場上很困難 剛才我一開始說 你 香港人來到這裡 首先你要接受這個概念 吃不到香港那麼便宜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客 沒有那麼多客 跟你去團購買食 的話 你節省的成本 一定是高很多的 是 而且你找多人幫你做的話 你是等於 專門找人幫你做 你不可以量產的 所以很難做得便宜的 其實是 但是你要做得好吃 好吧 好吧 我當他給得起價錢 我當我 我當我10磅 跟你買一隻大雞腿 那你便做到先 這樣 這樣便未必做得到 因為你知道英國 很多時候 你給錢 都未必買到你想要的 嗯 是 但是你又 我見到你剛才又做得到 整個雞腿 其實都四平八穩 我們盡量做 就是價錢 合理些 我都希望 坦白說 不是真的賺到很多錢 因為外黨都有正式 所以我們不太賺錢 但是 希望 做到一個合理 希望又不要對客人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就是拿一個平衡點 因為我們都有 員工 我也希望可以 例如家人給他們 這些 所以 都是要拿一個平衡 你太便宜 可能做不到太貴 可能我們又不需要 令到客人這麼大的負擔 你們這間店是租多久 我租五年 租五年 是 但是你現在是 一年 一年多些 一年多些 未夠兩年 是的 你們現在這裏 其實為何要選擇這個店位 這裏都算是 high street附近 是 是 嘗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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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一邊講 這邊一邊試 這邊都是high street附近 是 其實是 這裏 我們都算是市中心 但是 不是在正條大街 是 不是最貴的位 不是最貴的位 是的 那就是 中價 一年都兩萬多磅 兩萬多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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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再進入一些 有些更便宜 但是可能那裏便會再 不是太多人 至少這裏都叫商場附近 所以 多一點我們這些小本經營 就做 拿到平衡 也想過 或是想外面 旺小一點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谈这一样东西 当时就在那里衡量 如果我们外面人流真的旺一些 在 High Street 那我们是不是就放在那里 因为其实那时候那里也有舖位 我们真的可以去Compare 究竟我们是不是在 High Street好一点呢 因为那里人流真的好一点 但是最后它的租金拿你很多 那我们衡量过所有东西之后 那不如我们其实是不是真的来 High Street很远呢 又未至于 那如果我们其他的地方可以平衡的话 那我们就选择了一个便宜少租金的地方 去尝试都拉起来 因为其实都是转个弯的嘛 你现在开了一年多一点 回本未先其实是 回本未 回本未先 就是你有行到未先 就是一开始你当然没有那么多客户 那这些街坊未接受到 那你见到长远来说 是不是可以sustainable 头一年就亏钱的 那现在就叫做平衡了 平衡了 那未是说很赚钱 那当然做好基础先 最重要是 就是都有人来 那我们就尽量靠食物的质素 去留住他们 只可以是这样 如果你说客来说 本地客占多少呢 就是如果你说香港人 或者加上大陆人 或者加上本地人 那个成分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香港人我认为 有八成 有八成的 八成的 但是你这里本身 没有那么多香港人的 是的 真的 很多都是没有人而来的 这一个两个月 特别看到这个情况是出一点的 是的 就是因为你之前找了阿松仔 是的 所以绝对有帮助 是的 那大家也很支持 看到很多客人 他们由链档 他们都会特意过来 接着在Somingham 也会特意过来去吃一下 如果你说松仔 带给你们的生意压高了多少 起码是帮我们 由虚钱 令到我们 哇 扭轨为人 虚钱 哦 刑就暂时未有 但起码叫做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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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贵 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做长期 那松仔之前呢 香港人占多少成 都不少的 其实都是香港人为主的 一直都占 OK 但是上次那条片之后 令到更加多 本来是没有回忆过我们存在的人 原来Lester有这间店 他们其实可能有些人 是之前已经来过Lester 但是他说我没有走开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地理位置也有点影响 我刚才说我们不是HIGH STREET 那条片有多少人 你看到 应该有十万 都有四五万个 OK 其实地理位置是不差的 其实是不差 因为外面就是大中 当然你说 停车可以找到 停车最好就是那里 但是后面已经是八沙大市集 例如Local 在那里买完蔬菜 经过这一道 闻到这一股香味 挺不错的 走进来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优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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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稍后回来再谈谈